你要剪掉 對 要剪喔 救護人員在救護車上 緊急幫心跳停止的心肌梗塞病患 做心肺副輸術 搶救時間分秒都珍貴 其實在救護人員趕到之前 靠著一隻襪子或是一條領帶 就可以救回一命 我們把手部用一條繩子 領帶 絲巾給它綁 綁到我們脈搏摸不到 然後這樣持續五分鐘 這樣就可以製造 足夠的缺血的訊號 來幫助我們其他的 受傷害的器官 這個方法是國外盛行 30年的缺血適應法 缺血適應法很簡單 只要拿長條狀的東西 用力綁在患者的上手臂 要緊到摸不出脈搏 就這樣持續五分鐘 手掌稍微發紫然後放開 五分鐘之後再綁 不斷重複 直到救護人員趕到為止 這個缺血的肢體裡面的細胞 會釋放很多的 所謂的細胞之間的信號因子 這些東西就會流到全身 尤其流到缺血的部位 讓這些細胞可以忍受缺血的傷害 就是靠這些物質幫助活化細胞 只是什麼時候該使用呢 或是他胸悶 或是他突然間一隻手一隻腳不會動 代表他可能中風了 這個急救不管他是初血性中風 缺血性梗塞性中風都可以做 一有症狀就可以使用 意思說這個缺血適應法 在國外實行已經很久了 不只心肌梗塞 有中風的徵兆也可以用缺血適應法 把握分秒搶救身體健康的黃金時機 記者陳全白王一仲台北報導 請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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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